嗨,哈喽大家好,我是迷地 今天要分享我的第二幅大理街景的手绘作品 四月份的大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要比北方更提前开始过春季了 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色,就被这棵大树给吸引到了 我是非常喜欢画树的 这样壮观的大树,怎么能不把它描绘在画纸上呢 这幅画做的线稿更为复杂一些 房屋的结构,树林的形态,包括大树下面的展示牌 都要好好的描绘一下 同时对于线稿呢,也是一次难得的练习 街景的线稿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打地基一样 如果线稿打不好,后续的上色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天空的上色依旧是手动留白法 这个是水彩常用的技法 用手动留白法画出的云朵也更自然 色彩上也比较清新干净 房屋的上色最重要的还是颜色的选择 我用了偏紫灰色的色调描绘房屋 看起来不会过于的暗沉,也符合砖墙的色彩 这个房屋的结构真的太过于复杂了 所以很多的涂色是自己一边画一边调整的 有些细节呢可以舍弃 有些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调整 这个房子门的结构要一点点的刻画 深色浅色相互的交叠 表达出房屋的结构和立体的效果 最重要的要有一些耐心 树林的刻画就简单一些了 用浅绿和深绿相互的叠色表达出属的层次就可以了 大理的四月 樱花已经开始慢慢的凋落了 三月份是樱花盛开最美的时候 不过画中的樱花树永远可以不凋落 开始画这棵复杂的大树 这棵树也是画面的主体 所以要细致的刻画出它的形态关系 要先把叶子的地方涂上颜色 因为透明水彩是没有覆盖度的 这样提前画出来 可以在画树枝的时候避开叶子的区域 开始刻画树干 树干的形态因为有线稿 涂色就简单很多 主要还是内部树干的立体感的表现 也要叠加出来 四月份的树已经开始发芽了 在刻画树枝的时候 要画出自然伸展的感觉 很舒展 所以蕴笔要自然流畅一些 展示板的涂色是按照照片一点点添涂的 当然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完全一模一样的表现出来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调整一下 我觉得街景的刻画 很多的地方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的 展示板我也没有进行勾边 我觉得这样和整个的画面会比较融合一些 不会感觉过于的突兀 就说整个字简单那样的部分 放过后应该进行勾罐 垂楼子 如果画面有绽线来进行勾底的 就像是在柠檬上 别增添衍满 就像是有在柠檬上 搞的一样的闹 最后呢我们再把地面的阴影刻画出来 如果想让阴影呢有一些扩散 或者呢边缘不那么僵硬 可以提前呢在纸张上喷些水 颜色呢就会更加自然一些了 那么这幅作品呢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景观和上一幅的作品位置差不多 其实呢一转弯就到了 可以查看地图上我标记的红色地点 回去的路上呢我们还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 倒挂在树枝上 可松鼠 这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什么 Canada 这是什么呢 你看他好厉害,他是倒立,把那个尾巴挂在树上 看他好厉害,他好厉害 她的鞋脚要跑了 要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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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